我反对宋卢会能离开这里 这样子不但不能解决事情 反而让熊飞的气眼更嚣张 你说的没错 可是熊飞是个小人 这样下去 我们猎人队里 迟早会出人命的 沈老猎 连你又没有把我记得住他吗 猎人队是大杂烩 大家为了需要才生存在一起 这行不过我干得久了一点 才当上了头头 真是逼急了 谁管得了谁 我才不会像熊飞屈服 我相信卢会能也不会 又撞到一只了 熊哥 你说的陷阱可是天下第一 什么天下第一 连个小小的卢会能都赶不走 还算屁个天下第一 熊哥 你不要生闷气 虽然现在有沈葵和翠翠给他撑腰 可是找的机会还是能把他赶走的 对呀 翠翠还不是在你熊哥手里吧 熊哥 我可是向着你的 你们两个少在这给我说风凉话 强调我赶不动走 他要是一天不走的话 老子一天不痛快 我去看看 为什么你刻的每一句木像都没有脸孔 因为我不知道刻上谁的脸才是最合适 所以干脆让他们没脸 难道在你的心底就没有一个景象吗 你要我刻什么呢 神佛吗 庙里太多太多了 所以我不刻 美女嘛 再美的美女呢 也免不了明日黄花 白骨一对 与其一样的人像感伤难过 不如不刻 圣贤嘛 古之圣贤我没见过 金之圣贤尚未见到 你说说看 刻谁呢 你很尊重你自己的刀 所以你应该用你自己的刀刻出自己的像 你求的是完美 那每一座像会随着你而有生命而更完美 你到底是谁 怎么懂这些道理 我是什么人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了解你自己 你都没有 follows 你是不是inhard 我们要了解你 你那不是浪费跑这儿干什么 你有没有 无论那儿 您想让你去哪里 你快去哪里 我去哪里 是你个鬼 走啊 熊哥 你也真是 好了 你们俩真没出去 什么样没见过 走 熊飞 你真是无耻道家了 你居然敢带他们俩来看我 看什么 你说话客气点好不好 我是来叫他们回去的 敢做不敢当 谁会想起你的鬼话呢 哎呀 信不信随便你了 我才懒得看你了 你无情 好啊 既然你说我看你 老子多看起眼 而且要看个清楚 你敢 老子没有什么不敢的 臭娘们儿 给点不要脸 走啊 走啊 熊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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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话好说了 老子是不要你管 熊哥 你可以消气了吧 翠翠姑娘 我送你回去 哼 我才不回去呢 死了吧 没有你这王八蛋 也没这么多事事非非 今天老子要好好教训你 熊哥 你让周姑娘走 我任平平处置 你 你想让她去叫人来 你做梦 谁也不能弄 周姑娘 你走 你快走 怎么回事 快 test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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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大灰地 脖子 放开我 AR 放开 放开 就 白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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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s 太个人 放开我 走 快走 住手 我要把死这王八蛋 熊哥 如果能向你心头志恥 我肉身在此任凭你处置 你以为你这么说就想让老子放过你 你做梦 卫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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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飞 卫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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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飞 我就再跟你算账 卫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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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呐 我从来没看过这样的人 住手 我不要你们再谈他 按照规矩 要是没有人道歉 或是退出的话 这将是一场 以死相间的决斗 你们不考虑一下吗 好吧 既然你们没有退出的意思 那就开始吧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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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不了 你不能杀他 为什么要阻止我 难道你忘了他对你做什么事情吗 事情都已经发生过了 就算你杀了他 也于事无补 不 杀了他 就永远不会有这种事情了 小姑娘 为了不让你受到伤害 我才现身拦阻他们的 如果救了你 而你又去伤害他 岂不是辜负了我原来的本意吗 你这个人 再说 打打杀杀 能够了结怨恨吗 翠翠 算了吧 好 就看在你为了救我而受伤的份上 我饶他一死 快 熊哥 轻点 熊哥你没事吧 这件事还没有结束 你给我进入 走 走 慧能 慧能啊 草都哭了 哪有什么野菜 吃肉不行吧 找找看 也许有野菜 两位有什么事 慧能啊 熊飞想找你谈谈 谈谈和好的事 不管他谈什么事 我们去见他 走吧 就在前面 大碗就这儿 卢慧能 你找我来 想谈什么 你过来再说 好 这就是你要跟我谈的事吗 不错 我不杀你 可是这片流沙会帮我除掉你 哈哈哈哈哈哈 你们来看什么 还快走 走 哼哼 哼哼 一灯能处千年岸 一致能灭万年余 莫斯向前 已过不可得 长思余后 念念原名 自见本性 善恶虽数 本性无二 去吧 谢师傅 有人看见古风 许良你们带混能出去 而你们三个人又是一组 现在他人已经不见了 你们怎么能说不知道呢 是谁看见了 谁说的 是我说的 是我看见的 我看你是老眼昏花 看错了吧 雄飞 你 你再等对我爹说个不尽的字 我就跟你没完没了 就凭你 省着点吧 你 催催 我来处理 雄飞 将来要是让我查出来 卢慧能失踪跟你们有关系 按照规矩 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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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搞的 弄得全都是黄泥巴 是我不小心掉入泥坑里去了 你怎么会掉到泥坑里去呢 我采野菜啊 对不起啊 让大家担心了 是我自己迷了路 掉进泥坑里 对不起对不起 不要对不起 快去洗干净 快快快 快放开 魯慧能 你一个人在这干什么 周姑娘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我问你 你为什么要说谎 你去采野菜 刘沙去哪来的野菜 为什么你不说是熊妃害你的呢 人生在世应该避免烦恼 何必再自寻烦恼呢 卢慧能 你还算是男人吗 为什么你要那么怕熊妃呢 你误会了 我不是怕 不是怕是什么 明明就是他把你害到刘沙里去 你居然连指告他你都不敢 就算我指告了他 又能怎么样 我们之间的院朝误会还是无法解开 只有从心里化解开误会 才是上策 什么 你想叫熊妃改邪归正 简直是做梦 她的心是黑的 熊妃的心并不坏 只是被世俗的利益所蒙蔽 只要能替他浮去这层尘物 他会是好人 是个好朋友的 你别瞒嘴的大道理 要是你再不对抗熊妃的话 迟早有一天 他会坐在你的坟头上刹山疙瘩 我真的没想到你是这么胆小 懦弱的人 我看错你了 afpu 你 运气不错 好像弄到老虎来 过去看看 走 不要怕 我来放你 快上来 你快上来 不要怕 你快上来 快上来 快上来 你是前世做错事 所以才会投胎做畜生 前世不休 今世休 记住千万不可伤人了 去吧 好不容易弄一只老虎 为那怎么把他给放了呢 走 快回去告诉沈头路去 你承认他们两个说的都是真的 嗯 那你知道放声令伍是我们的大忌 听老老说过 既然知道 只好照规矩出行了 请不停 走 不停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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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奎南,依照猎人队规矩,你三天三夜还活着,放生之罪就此打消 你真是笨蛋,现在谁也救不了你了 愿我佛保佑你 我们回去了 崔崔,走吧 我们回来了 驾 沈头头,来,干一杯 来,那只鸡到底烤好了没有 差不多了呀,快看看 好吃呀 好吃呀 好 好 好 老天爺 未能能活的回来,我就再也不杀身了。 翠翠, 大叔, 周大叔, 你来遛马。 我们是奉了熊哥的命令,看着会能,怕会有野兽伤了他。 跑走啊,大叔。 大叔,慢走啊。 快走啊。 翠翠, 睡觉去吧。 快走啊。 熊哥, 那小子已经掉了三天两夜了。 我看他恐怕熬不过今天晚上了。 我就不相信他的命有多辣。 你们都辛苦了, 来,喝杯热茶。 不试字本性, 学法无异。 若试字本性, 剑字本性。 吉敏丈夫, 天人士, 佛。 谢师傅。 去吧。 快抬开我。 快抬开我啊。 快抬开我, 快抬开我。 快抬开我。 把皮药生命交出来, 有力不死。 你生下。 放屁。 あ! 走。 走。 走,走。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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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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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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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住手!不可以再殺人! 你什麼叫,住手? 殺! 給我做慈敗! 你怎麼會有袈裟呢? 這本來就是我的隨身屋,你們先去救受傷的人吧! 好! 你為什麼要救我? 你為什麼要救我? 你是我的好朋友啊! 你有沒有關係? 還好! 她走了! 老王,這個送給你! 你刻的是慧能? 他怎麼會是個光頭和尚呢? 慧能! 慧能! 王位,你肯教我刻人像嗎? 我只想刻一個人! 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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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錯了! 你才是真正的勇者! 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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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动是因为风动,风不动翻也不会动的 明明只有翻在动,偏要说风动,你胡说八道 两位请听我说,这不是风动,也不是翻动,是两位的心在动 行者所见即使,是才所说,是为悟道之语 不敢,心静自鸣,万众映染于心,所见风吹翻动自然是心动 你怎么会知道这种言语呢?我是个学佛的人 听说五祖传人难来,是你吗? 正是弟子,接受了红忍师父的一波 请过目 各位,眼前这位行者就是承受五祖一波心法的传人六祖 行者一接受一波就应献出家乡,以便弘扬佛法,普度众生 我就是为此而来 我就是为此而来 是谁要你出家的?是我自己 为什么要出家?为普度众生 你出家,父母准许了没有?准许了 好,先静下来,什么也别想,心里念佛 第一道,断除一切烦恼 第二道,施修一切善法 第三道,愿度一切众生 出家之德,上报四众恩 夏季三徒苦,念佛如是,礼佛常请 而尽专请,拜此国王父母养育之恩 后不败也,金刀替下娘生法 除雀臣老不敬身 圆顶方袍,僧相见 法王坐下幼天孙 礼佛三拜 词曲 李宗盛 减理 智慧本来是人人都有的 只是个人的心都被各种的欲念所迷住了 不能够自觉自悟 也就不能够自见自信 大师讲得太深奥了 我不懂 是吗 那我说段故事给你们听 新年梁武帝见达摩祖师之时 曾经问过 朕建造庙宇 抄写佛经 广设摘会 耿供养了 许多比丘和比丘尼 究竟有多大功德呢 任何功德都没有 何至于全无一点功德 圣上 执着有为 心存邪见 不是真正法性 建庙 布施 供债 名为求福 但不可将这福报当作功德 什么才是真功德呢 所谓功德 是要自己尽其制律 空其实体 不着功德之想 然后才可以得功德 人由于贪 春 痴 慢 等的作祟 也没了 波瑞大志 在复出的时候 常盘算着 要有多少回报 然而 失财助人 造桥铺路 只是修福德 与功德 是完全不同的 连修福多年的梁武帝 都不免为欲念所屈弥 况且我们凡俗之人呢 所以我们更应该自己注意心性的调理 行为的磨练 而修养心性 凡请师父 告诉我们二祖他断背 求法的精神 二祖未向出祖达摩大师求法 曾在雪地跪了三天三夜 佛法的奥妙 其实你这一点点心意 就能求得到吗 弟子志在求法 生死早已至之度外 请求师父开示弟子 你究竟求什么呢 我的心已经忙无所需 请师父帮我安心 你把心带来 让我为你安心 即使求心 我也得不到 既然是无心可取 又怎么说心绪扰乱你了 我已将你心安好了 谢谢师父开示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服 manufacturer 一服下集合 在我身边之后 competitor 卅相对 对 朕现在有心学佛 张说 臣在 你看哪位法师可以为朕说法呀 回禀太后 眼前佛法大师手推慧安与神秀 张侍郎 臣在 照你这么说 应该请两位和尚入宫来供养了 神秀法师跟慧安法师名震天下 如果能请入宫中供养的话 不但可以证明我大洲天下崇尚佛法 得到百姓的支持 而且能使朝中百官就敬请义 从两位高僧那里得到启示 就照你说的去做吧 臣遵旨 参见陛下 神秀蒙照 参见陛下 赐座 谢座 谢陛下 知遇之恩 但是平僧德行不够 恐怕会让陛下失望 你说你德行不够 怎么会名闻天下呢 你太谦虚了 平僧说的都是真话 陛下如果对佛法有兴趣 平僧可以推荐一位德道大师 哦 在你口中 还有悟到更深的法师 是谁 他是平僧的师弟 慧能禅师 他是五祖红人密妇一伯的传人 慧能 他人在哪里 在岭南曹西保陵寺 哦 既然你都这么推荐他 可想而知 他一定是一位真的得到高僧了 那么 薛姐 臣在 你到岭南去把那位慧能禅师 也请到宫中来供养 臣遵旨 大师是执意不肯进宫了 先是五祖曾经说过 我与南方有缘 所以我要谨遵一命 弘法于南方 那我要如何回宫复命呢 大师为何笑而不打 你要我如何回答 修佛剑兴的道理并非一问一打之间能够误明 那要如何才能修佛剑兴 那要如何才能修佛剑兴 我只能告诉你心法的要旨 对一切善恶都不去思量 自然会误入清净心体 成名长吉 妙用无量 多谢大师指点 我知道大师不会贪图名利凤阳 但是身为国师不是更能弘扬佛法吗 弘法力胜是要因缘和和才行 有所为而为就成为陆族的妄想了 大师难道丝毫不怕圣上悖剧而降对大师吗 这你不用怕 圣上能经神秀大师再派薛大人前来 必然是个有心之人 既然大师知道圣上有心 为什么不能指点圣上呢 指点只是给你一个方向而已 路仍然是你自己要走的 当年五祖传我心法 见物非物知物如羞 但若非在猎人队中的磨练 又怎能得知不在困中其能拓困 未曾有迷其能有物的道理 只有自己体会才能自悟名道 圣上能明白大师的指点吗 能明白我就不必进攻了 不能明白我进攻又有什么用呢 他体弱多病 自知在世时日无度 借此谎恩 请愿在山岭中其声 盼陛下自尊 他不来 陛下 启祝陛下 慧能胆敢狂妄自大 犹如天威 请即刻降旨 弃拿至罪 很好 薛姐 陈在 再跑一趟 你代朕好好谢谢禅师 不来 即来 无法 即法 朕受教了 今天召集各位来 我是要跟大家道别的 我就要离开人世间了 你们难过什么 修行这么多年 难道还不懂 毁育不动 哀乐不生的道理吗 看来只有神会悟到了佛法的真意 我灭度以后 我灭度以后 艺术修行 就好像我在世日一样 倘若违背我的教法 纵使我在这世间 也是没有用处 武祖曾经说过 一波不再传了 那么师父 您的心法呢 心法我都说过了 只要照着经文行事 处处都是心法 弟子余媚 请师父指点迷惊 你们只要记住 如果能了悟自己的信心 众生就是佛 自己的信心如果迷失 佛就是众生 我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